中文童话 勇敢的大夫 很久很久以前在森林深处 住着一个女巫 她身心疲惫 她走遍了世界 去寻找那个偷走她财宝的坏蛋 嘿嘿嘿嘿 为了得到你的财宝 我已经等了很久 现在你年老孱弱 我终于得手了 嘿嘿嘿 如果你想要回你的财宝 老巫婆 穿过大河去拿吧 坏家伙 你不知道我的魔力 我要找到你 打败你 把我所有的财宝夺回来 现在她知道了这个坏蛋住在哪里 她来到了大河边 顶居下来 但是女巫老了 虽然她有魔法 却没有力气和恶魔战斗 她需要帮助 她需要帮助 就在森林的外面 有一个小村中 女巫想处理个寻求帮助的计划 快点 你太慢了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 我们就是赶不上你 来啊 快来 到我这儿了 孩子 你有工作要做 当大夫试图扑向球时 她从山上摔了下来 在女巫的小屋中醒来 啊 你是谁 你是女巫吗 是的 我是女巫 我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丑太吓人了 就因为我与别人不一样 我知道没有人会帮助又丑又老的我 所以我不得不骗你来这里 你走吧 我还有魔法 我会再想办法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伤害你 你们人类都是这样的 你们认为所有的女巫都是坏的 好像人类都是好的似的 走吧 对不起 请告诉我女士 我能帮你什么 你会帮我吗 是的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父母一定很担心 你能施点魔法什么的吗 让他们不要这么担心我 这样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太好了 我会对你的村子施个咒语 让一切都暂停 直到你完成我的任务 谢谢 你一定饿了 孩子 给你 嗯 这真好吃 是啥呀 特别的女巫食物 我会给你更多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大夫吃得心满意足 然后女巫告诉他 要完成的任务 住在大河那边的一个坏蛋 偷走了我珍贵的财宝 我太老了打不过它 我要你帮我把他们找回来 但我没有任何魔法和力量 我只是一个男孩 我会请求圣灵给你力量和智慧 但你必须要求圣灵的女巫食物 我怎么才能让他高兴呢 女士 你必须进食 直到所有的圣灵都来祝福你 躺在那儿的火炉旁 这样你就不会冷 我会叫森林里所有的动物来 在你进食的时候陪伴你 按你说的办吧 我会帮你的 于是大夫躺在火边 森林里的动物们轮流陪伴他 就这样二十天过去了 一天晚上 当大夫睡着时 他听到了微弱的地狱 周围都是圣灵 第二天早上 女巫端着一碗食物来找他 你已经进食二十天了 你是个坚强的男孩 你一定很饿了 该吃了这些 谢谢 所有的圣灵都带着礼物 到这里来祝福你吗 哦不 一些圣灵来了 但另一些离开了 他们说我进食的时间不够长 那样的话 你必须再进食一段时间 你会那样吗 孩子 我答应过帮助你的 我一定会的 小男孩又一次躺在火旁 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来同他作伴 就这样又过了十天 林一夜 圣灵们又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 女巫给大夫带来了一些食物 又一次问他 所有的圣灵都带着礼物到这儿来祝福你吗 哦不 一些圣灵来了 但是另一些就离开了 他们 他们说我进食时间不够长 那样的话 你必须再进食 你会那样做吗 孩子 我答应过会帮助你的 我一定会的 但这一次 当大夫躺下时 圣灵又回来了 我们对你的责任感很满意 我们现在会把所有的礼物都送你 你现在是强大又智慧的 你将能够任意变大或者缩小 大夫和女巫都很高兴 他们感谢圣灵们 现在是时候把女巫的宝物从坏的那里拿回来了 坏的拿走了我所有的金子 还拿走了我的魔法桥 我用我所有的魔法创造了那座桥 一座可以让你跨越小溪 也可以让你跨越海洋的桥 一座可以带你上天 入地的桥 你一定要把它带回来 圣灵给了我力量 还有智慧 我一定能把它们给带回来 穿上这个 别害怕 如果你相信 他们就能帮助你在大河上行走 你就能渡过大河 我会照你说的做 于是大夫离开了女巫的家 向那条大河走去 河水湍急汹涌澎湃 令人胆战心惊 大夫害怕得停滞不前 但他已经向女巫 但他已经向女巫做出了承诺 他不能回头 于是他鼓起勇气 又一次试着踏上水面 大夫过了河 来到了坏蛋的家 他从窗户往里偷看 他看到房间里 充满了袋袋黄金 桥就在拐角处 透过窗 他看见厨师正在为坏蛋 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 大夫想出了一个计划 他将自己变小 从窗户爬进厨房 藏在一棍红辣椒后面 很好吃啊 哦 主人回来了 我好 嗯 就这样 勇敢的大夫带着坏蛋和他的整个房子 带着女巫的金子和魔法桥 回到了女巫的家里 我不仅带回了你的财富 还带回了坏蛋 这样你就可以去惩罚他 让他不要再去偷别人的东西了 我只要做一件事 现在他将永远搭在这里 这样他就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一个老人或弱者了 坏蛋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女巫非常感谢大夫 谢谢你 我现在可以回我的世界去了 勇敢的大夫 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可以提任何要求 女士 请您让我回到我原来的家去 我不需要力量或者是魔法 因为我不知道人类什么时候会开始用它来伤害人 圣灵赐予你真正的智慧 大夫 很好 我要把你毫发无损地送回去 但是因为你已经获得了能量 当你真正需要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们会回到你身边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勇敢的大夫 于是大夫回到了他的家 女巫带着他的财宝和那座珍贵的桥 穿越星星回到了他的世界 剧中 优优独播剧中